下午全美8000多家星巴克咖啡店 停业半天 为员工进行反偏见培训 有关详情 我们下面就连线 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 做详细介绍 湘云 好的主持人 很多人喜欢在下午来杯咖啡 提振精神在筹返工作岗位 不过星期日下午 来到星巴克的顾客 会发现自己扑空了 全美8000多件星巴克咖啡 在5月29日的下午2点半起 停业半天 为18万名员工 进行消除偏见的带行培训 专家预估这次的停业 会为星巴克公司 带来1200万美元的损失 这次停业的主因是 由于今年4月份 有两名非议男子 在费城的一间星巴克里 等候朋友 他们没有消费 店经理报警 要求警方将他们逮捕 尽管这两名男子 因为证据不足获释 店经理的行为 引起了渲染大波 警方和星巴克公司 向这两名男子道歉 而那位报警的员工 已经从星巴克离职 下面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 上个月 两名黑人走进费城的 一家星巴克 但没有购买任何东西 他们告诉商店经理 他们正在等待一位朋友 他们被要求离开 一名公园叫来警察 导致他们被捕 这件事被职责是种族主义 引发了针对星巴克的抗议示威 星巴克的首席执行官 随后亲自道歉 我想向费城的社区 和我所有的星巴克 合作伙伴道歉 这不是我们 也不是未来因此而有所改进的我们 星巴克随后宣布改变政策 欢迎任何人坐在咖啡馆里 即使他们不买任何东西 4月份被捕的两名男子 5月早些时候与星巴克达成和解 星巴克同意支付 没有披露数目的赔偿 并为他们提供上 全部大学教育的费用 两名男子还与费城市政府 达成了象征性的 每人获赔一美元的协议 市政官员承诺 设立扶持年轻创业家的 20万美元计划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除此之外 这两名非裔男子 还与费城市政府达成了 每人获赔一美元的协议 此外 市政官员也承诺 设立扶持年轻创业家的 20万美元计划 主持人 好的 感谢美国人记者 许湘芸的连线报道